这一场面对德国的攻击球 阿根廷目前的防线能不能够挺得住德国的爆发力跟势力 玉刚先 当然可以啊 如果铁的星防守为什么不能呢 打631一如既往 因为防守除了是看能力之外 这是对阿根廷的球员来说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肯定有的 然后就是战术执行力 他们现在是铁的星打这种比赛啊 然后就是打罗本就是最好的例子 罗本一冲他们就拉他下来 就是不要给你快 你要快不给你快 就破坏你不断的破坏你的节奏 破坏你的节奏 就让你们重新再组织组织组织这样子 然后考验你的耐心 这种也是战术之一啊 所以四哥你要不要继续给我们一些关键啊 那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 阿根廷没有必要去改变他们任何的战术 或者是人脚上的配备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越打越好 默契也有了 而且来到这个决赛了 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步了 不需要再改任何东西了 就是放给他们球员 好好的享受这场比赛 认真的打完90分钟就好了 希望能够90分钟里面就解决了比赛 如果不能够的话 我们再看了 120分钟或者是点球 那急的 我反而觉得急的是在德国那一边 因为德国现在是被捧成大热了 那他们也是在创造神话的时候 因为从来在欧洲都没有 欧洲球队都从来没有在南美洲大陆拿过杯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对对对 现在遇上的阿根廷又不是特别的强 虽然有一个Messi 虽然有一个Maskerano 虽然后方野上也是有Demichelis跟Gare 但是也不是说特别的强 还是有他们怎么讲呢 有他们取胜的那个那个板斧 再另外一点就是我要补充的就是 德国的教练那个勒夫 我相信他经过这样多年 过去六年到八年 他能握心肠脏之后 我一直都认为这个人是很有心机 是很有 里面他想了很多东西 脑子里面想了很多东西的人 可是上一次的欧洲杯 不是 但我对他彻底的失望 但是这两年呢 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 就好像他打这场比赛 他们打法国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确是用针对性的那种战术 去怎么去打爆那个法国的 将法国的那个威胁力减到最低 所以我又重新开始对他点燃了一点点的希望 那创伟呢 是谈到就是关于这个乐福 还有这个德国队 的确是 就从开始他们第一场到这个小主赛 这个第四场来说 的确大家还摸不透这个乐福 不要打什么战术 因为他也一直在变 一时又传空 一时又打回他们比较属于这个 比较传 稍微有点传统式的打法 传统式的打法 所以你还摸不透 但是他从这个八强四强开始 你就已经抓到他 其实要打什么的战术了 所以我觉得 德国是变无可变了 我觉得他决赛就是会保持这样子的阵容去打阿根廷了 我是这样子觉得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 你们觉得他的防守线是OK的 可以挺得住这个德国的功 你说这个阿根廷防守吗 我觉得是 如果你看了八强和半决赛 他们怎样去防止这个比利时 防止这个 尤其是荷兰 因为我在我心中 我觉得荷兰才是本赛会进攻力最强的球队 是在我心中我觉得 可是荷兰90分钟里面一个设阵都没有 设阵龙门色都没有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的防守的数字有极高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是执意要打这个防守的话 我觉得德国的确是很难能够撕破 我是觉得很难 传统庄的讲的是非常有理的 的确是他这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那我们要看的一点就是勒夫要怎么样去变证 如果在半个小时里头或者上半场 他都无法打破这个僵局的话 的确是你要想办法去变 我觉得到时会很危险了 如果他上半场再这样拖下去 你一定要去变的 你不可能不变的 你再不变的话就是反而你给阿根廷拖死 这个就是阿根廷要的目的啊 反而你会给他拖死 拖死他对你来讲是不利的 打阿根廷 阿根廷是贴了心防守 我讲他贴了心防守 是有自己的那个心中有成足的 在哪里他跟埃及利亚不一样啊 他有梅西 这个就够了咯 埃及利亚打的防守 是手使了德国 可是反击找不到人来反击 阿根廷不同 阿根廷是有梅西 这个就是他最大的把握了